今天是2020年的2月4号 这是从顺电买的那个PS5 机器自带的手柄 玩了4天 又出问题了 什么问题呢 这个X键回弹变差了 昨天下午在玩的时候 可能是按多了 也可能是按的劲儿大了 它不回弹了 特别是这个X键的左上角 现在好了 怎么好的呢 我是上网搜了一下 这个PS5按键不回弹 这种问题很多 情况很多 网上的解决办法呢 就是用嘴含住这个键 要含住啊 不能空心吹 含住了之后 然后吹 开始试了几次 吹的劲儿小了点 然后这个回弹还是不好 然后今天早上 含的紧一些 锋利一些 然后吹的劲儿大一些 然后锯张好了 它这个不回弹就是 摁的时候它 弹的很慢 现在正常应该是 按下去 手一回来 它自动会弹回来 但是这个键呢 手一回来 它可能隔个半秒 它才弹回来 不知道这种情况 售后会怎么处理 和各位分享一下 现在是好了 就怕到人家那儿 是好的 现在是好的 就算是不回弹 也可以玩游戏 但是这个 手感很差 很不舒服 现在这个插件和 X件和三角件差不多 还是这个圈件 感觉更硬实一些 这个方块件也偏软 偏绵软 这个插件也偏绵软 刚买的时候 这个插件就偏绵软 型号是这个 我之前还在视频里 看到过 说是国行的手柄呢 没有港行 或者是日行的质量好 这个我不知道啊 我估计可能都有 这种情况 同一个流水线下来的 怎么会不一样呢 这个手柄是好手柄 但是很多人说 有飘移的现象 摇板飘移 还有这个按键回弹 如果这个能修好 倒也还行 如果下次再坏了 再这么修一下 抬这个圈硬一些 我还有一个红手柄 那红手柄四个件都好 那红手柄好像是半年前出的 这手柄应该是新出的 生产日期2020年 我看一下那红手柄 这红手柄 这四个件 圈键还是很硬实 插件也很硬实 三角比较绵软 这个方块比较 这个圈键还是要差一些 圈键是最好的 方块绵软 三角 圈是最好 三角其次 方块第三 这个插件最弱 最绵软 是这么一个排行 这个手柄看一下是什么时候出的 2021年出的 它这是一个双手柄套餐 这个白手柄是机器里面带的 回头我问一下说后看看怎么处理 是修啊还是换呢 结果还不知道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能帮到你 我是阿柴 我们下次见